明天是六摘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罢官栽解 阿弥陀佛 接下来请收看海淘法师救护众神讲座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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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们在念佛诵经持重 目的就是一直慈悲 一直慈悲 不执着的慈悲心 一直练习 人之所以会痛苦是因为他有一个执着而产生了贪心称心 于是邪见傲慢嫉妒怀疑 然后他一直贪嗔痴 他就会一直伤害自己 最明显的就是开始生病了 开始痛了 夫妻关系不好了 事业不顺了 就会这样了 跟这个世界就抵触了 对抗了 那我们所以要转念 那就是我要把我自己完全的放下 跟着阿弥陀佛学习观音菩萨 这种平等没有分别的 官自在的 这种智慧空性 只管对无分别的各种众生慈悲 特别各位你心里恨的时候 你要记住 当你对某一件事情抱怨 对某一个人不满的时候 危险就来了 烦恼就来了 冤心在主就会找这个机会找你 因为你的心里有问题 他就会侵入你的身体 伤害你的修行跟事业 就琢磨了 那那个时候你只要赶快 我马上你变命 那么观世音菩萨 完全的融入 无我的 然后学佛菩萨的慈悲 那各位要这样子来 拯救自己 自立 也来拯救众生 无量无边的众生 各有各的烦恼 但是慈悲心可以化解一切 慈悲无障碍 因为有了真正的慈悲心 那么加上佛的加持 他们的贪嗔痴 所造的恶业 通通可以消除 这个叫 天道的人骄傲 阿修道的人喜欢嫉妒战争 人道贪欲永不停止 那第一道恶鬼道 哎呀更苦了 很严重的贪嗔痴 造了恶业 所以我们要赶快转变它 欧马你变命菩萨 远诸佛菩萨的大悲心的加持 让他们各自的这种 六道的烦恼 跟六道的恶业 都帮他净化掉 愿他们一起发起六道众生 皆有佛性 愿他们用他们的佛性 只要他们发起了 愿成佛的菩提心 然后诸佛菩萨加持他们 欧马你变命菩萨的大悲心 也感动他的心 他也会用他的慈悲心 当他用他的慈悲心的时候 也愿意感恩佛而发起菩提心 那个时候 他们各个都超度了 一直超度 所以我想各位 不是说我们对别人是如此 对众生很会念阿弥陀佛 从来不对自己念阿弥陀佛 从来不对自己慈悲 这是错了 那佛教师 你必须对自己慈悲 你必须善待自己 你才会对别人慈悲 如果你心中有恨 你怎么对别人慈悲呢 所以各位一定要让自己内心 保持不恨的状态 不抱怨的状态 不生气的状态 如果你要生气 你有一百个理由 可以抱怨跟生气 你看那个帐篷又不高 又晒太阳 我也要饭吃得不好 我位置坐得不舒服 你要抱怨 那整个世界都配黑暗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 变化无常的 你要接受这个变化无常 接受这个因果 这个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 佛陀跟我们讲的这个三法印 你要看清楚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变化无常无奈 人生苦短 十之八九不如意 结婚呢 结婚原来是如此 这样就好了 你要把这个事情看清楚 接受它 超越它 但是烦恼来了 处理它 赶快 转念 所以各位刚刚拿了一个烟供包 去布施的时候 内心平不平静啊 那个叫平静 平静不是什么事都不干 平静就让你懂得关心别人 因为你用平静的心 去做平静的事 也让众生得到平静 因为它在饥饿啊 它在生病啊 它在苦啊 它在没有水喝啊 所以我们布施给它 让它得到一种外表的平静 身体的平静 然后进一步让它心里得到平静 所以各位你念 要告诉你自己哦 我要保持平静 保持慈悲 保持包容 保持原谅 不要让自己 你要善待自己 对自己慈悲的人 才有能力对别人慈悲 假设这个法师很爱生气 那我讲的都废话 我从头讲到 我都在骂你 因为我有生气的心 讲出来的话就是 让你死 让你死 这样 不管我怎么样 念啊 里面都不好 所以我认为 唱歌好不好听 不在意调 对不对 但是 哇 这个唱歌 就像一个小朋友 阿公生日了 他很高兴 阿公生日快乐 哎哟 阿公一听啊 哇 那个最美的声音啊 因为他知道这个孙子 很希望他快乐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各位心态 你要随时 让自己安住在 空性平等 最好的方法就是 念阿弥陀佛 念 观音菩萨 所以各位刚刚 你平常不会念很多鱼鬼 至少你会念这个来 阿弥陀 就投下去了 阿弥陀佛 就给他超度了 这样 所以你去洗碗啊 你有一些残渣 你都把它阿弥陀 化为干净无量 你都给他阿弥陀佛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你的布施 得到一个超度 什么叫超度 来 没有烦恼 离苦得乐 要超度 所以我希望各位 你要先超度自己 好不好 从昨天超度 今天超度 明天要超度 结果你回家 一点都不超度 那这样就没有用了 所以像我一样 我跑来跑去 每次我碰到 很多心都 阿师父 我就问他 你看我有没有变 一年看我一次两次 我有没有进步 外表一定是不行 越来越老 但是我讲的是心态 我的心态 有没有越快乐 我跟你感觉 是不是很悲剧 很痛苦 不会 对阿 我们每个人都要 越来越进步 这个就是供养佛菩萨 供养佛菩萨 就是每次去看爸爸妈妈 都让爸爸妈妈觉得我们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快乐 爸爸妈妈才会安心 所以希望大家 但是你只要认真 一定会进步 不要用烦恼心来修行 不要用有所求的心来修行 不要用执着的心来修行 要全然放下 放下就是把自己的不好的念头 都给他放下 大家不是为了全来 不是为了恨来 不是为了交男朋友来 不是为了满足欲望来 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各位在做早课啊 做晚课啊 在家里打坐啊 那你就要放下 专心的 让阿弥陀佛来加持你 专心的让自己的心 投入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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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钟头 那个时候啊 那个业的流啊 那些不好的就断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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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那个时候你就 那个时候就 病就不会再发作 因为什么 因为你擦药了 你擦药了 你已经让你的这个心态 不再刺激你的痛了 所以所有的痛就是一个 一个不好的心态 不甘愿 抗拒的心态 那一个人为什么会骨头断掉 因为很骄傲 批评这个世界 很主观 所以你每次都会跌倒 每次都会断掉骨头 所以因为你的想法 但是你没办法二十四个钟头都保持 但至少每天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 插一只箱 我现在做烟共插一只箱 这个箱两个钟头 那我要保持两个钟头的八观再戒一样 保持两个钟头的欧曼力变面 智慧慈悲 所以各位养成习惯 所以我很喜欢一直做烟共 如果我一个人不管借助在哪里 窗户打开 我做一个小小的 然后我就会一个钟头加一些饼干 我就一直不间断的 保持在一个 一个慈悲心 愿众生 习惧解脱 远附近的居民 闻到这个香味 这里面充满佛菩萨的加持 也充满了我们各种的功德 翁阿蜂在这里面 那你二十四个钟头 十个钟头 保持一个慈悲清净的状态 所以一日一夜八观再戒 功德太大了 为什么 如果你一日一夜八观再戒 不伤害众生 没有贪念 保持悲心 你能够守一日一夜 不得了啦 二十小节的富贵 六十小节不堕落三二道 你发起成佛的普利金 念一下 两百万节 富贵自在 不得了啦 肖无量业长远离病苦 向好庄严 所以各位 人生难得 如果你懂佛法 你不会急着要去赚钱 那个赚钱 那个是有限的 无常的 赚功德啊 对不对 赚功德啊 一天一夜的八观再戒 可以让你中平往生极乐世界 念一下 七四升天 升到涛利天一次三千六百万年 三千六百万乘以七 一天一夜 可以让你享受天到三千六百万年乘以七 你还会去忙世间的赚钱啊 随缘就好 把握机会修行啊 做功德啊 如果你用慈悲心手八万才戒 哇 两百万节 那不用算了 对不对 所以呢 黄金白银飞为贵啊 唯有加沙披肩 能够守八万才戒啊 端期出家啊 所以各位你这样想像我这么会算的人 算一算我当然会出家啊 我是生意人啊 我不想浪费生命啊 我要做大生意啊 赚多一点功德啊 那一切为众生就变功德了 一切为自己变福报了 那这个福报享受会完 但是所做的念一下 回向众生 回向成佛 回向极乐世界 这才是最聪明的知识啊 对不对 因为你成佛了 你可以帮助所有你爱的人 关心你的人 所有的众生都因为你成佛而成佛 记住这句话 我们现在没有在度众生 因为我们现在是透过别人结缘 这样而已啦 如果你现在有所求的说我在度众生啊 你会很烦恼 因为你还不到佛的阶段 你想要度众生啊 你就会有傲慢心啊 你就会有退转 因为你使不上力啊 但是我们现在是大家共修共修 彼此互相鼓励 然后自己还是保持惭愧心 惭愧心 只要有一个众生还没有离苦 还没有成佛 那我们哪可能会成佛呢 所以成佛要发起 就说我要让所有众生都成佛 为这个不断的精进 精进 就算哪一天你真的成佛了 你都还在精进 你都还在努力 因为成佛的目的是帮助众生 做医生的目的是不要有人生病 对不对 做警察的目的是不要有人车祸 那这个世间有人在生病车祸 那都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各位要一直这样想 所以一个佛的力量不够啊 来十方诸佛加持 所以我们每天要念佛念法念生 念所有的佛 拿摩十方法界 所有佛 所有法 所有生 所以一直为这个 在为整个世界 所以各位要 要把香港 把中国 把地球 当做你心中的责任 把所有众生 当做你心中的责任 因为如果你不发起这个心啊 那你就不可能成佛 你修的不过是一个福报 这个福报 如果你要真心的发菩提心 那你要一直 一直故意的 把所有众生都放在 你心里面 所以念下来 众生念佛 佛念众生 原来每个佛都在念众生 不能他称佛 所以你要一直想办法 学佛的心 所以我们叫一心念佛 那你就要想到所有众生 不要再想你自己 如果你在想你自己 你又烦恼了 你又怕了 你又用心机了 那你就会开始头痛啊 生病啊 腰痛啊 因为你开始用心机在摧残自己了 所以各位 昨天可以错 今天不要错 早上可以错 下午不要错 前一个念头可以错 后面这个念头不要错 因为你已经听到佛法了 如果各位你听到佛法了 还故意要让自己去谈诚词犯错 那你将来叫一禅题 没得救了 为什么 因为你在佛法听闻的状态里面 故意去抵触他 那你就 你生生世世不再有机会 就算你出家 你也听不懂佛法 你就会造成一个很可怕的业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学佛 你会觉得说 这个人学佛怎么还是做坏事 因为他过去 在懂了佛法的时候 没有真心的忏悔 而且听到佛法 你还就说不要生气 结果你还故意去生气 那你前面的累劫的功德不见了 因为你没有皈依三宝 皈依三宝 就是你要按照三宝的教诫去实践 你现在已经 自己的想法跟阿弥陀佛在抵触他了 你在违背你的戒体 违背你的三皈依依 那这样你就等于 你会伤害你自己 所以各位呢 我们谁都犯错 我们随时不可 都会不小心就犯错 明明是一个不好的念头 你要马上把它断掉 你千万不能 不能故意再保留这个念头 所以 昨天我们暂性也讲 我们现在按照佛教跟各位讲 那个念头是不对的 跟对方抵触是不对的 要求对方是不对的 一切只能靠你自己 你自己改变了 对方就自然改变 你是这个心态他就这样 你是这个心态他就变这样 哦原来这个世界是你在主宰的 好好坏坏都是决定你 要叫万法为心所造 为事所现 你改变了 所以佛教虽然我们要帮助整个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帮助来自于你自己 圆满了 你自己成佛了 你就坐在那边整个世界都得到你的价值 你的心态是在保持一个悲心 那世界就跟着你改变 所以虽然我们做了很多 但是不离开你的心 所以在这一点佛法没有高没有低 没有哪个法门对不对 那能够对峙你心的那就是对 能够发展你的悲心的那就是大乘佛教 那既然我们是大乘佛教 各位就要负起这个 来 普世责任 众生的责任 你要主动去做 虽然各位我们很会念众生责任 但是你要开始学习 不要太自私 不要坐在车上就眼睛闭起来 车上有五十个人 路上有多少人 海里面有多少 所以每次看到水就想要 这个水里面的鱼 安享天年 每次看到这个水 我可以救很多要被杀的放到这里面来 看到土地 我这边可以盖寺庙 那边可以盖护生园 你要一直想办法 把这个世界都成为众生的净土 把所有众生都让他渐渐离苦 先救他的命 再救他的心 所以进一步呢 让他去净土 让他最后成佛 但是佛是什么样子 你要了解 所以各位要多听佛法 看佛经 佛是什么状态 佛具足什么功德 以及佛在阴地里面怎么修 那我们要把这个道次第 菩提道次第 通通经常念习的很熟 而且你专心在修行的时候 你对这个世间的财色民事税 就会一直没有 而且你会有罪恶感 当你想要去追求爱情追求金钱 你会有罪恶感 这个叫佛性 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罪恶感 甚至当我嘴巴在讲别人缺点 批评别人想要骂人 我一点罪恶感都没有 一点惭愧心都没有 那你已经离开你自己越来越远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各种方法来提醒自己 你透过拜佛 早上讲了 离敬诸佛 我们要消除傲慢 我们要承担众生苦 我们要进入佛的功德 从凡夫地进入佛地 离敬诸佛 你要知道我拜佛是为什么 进一步大慈大悲 我用我的身体来承担所有众生身体的痛苦 我愿意我礼拜的地方都成为一个净土 所以你要一直生起不一样的念头 所以像各位听我这么说 很多人说 师父我已经拜十万拜了 我说你给我讲这句话 你很骄傲 你根本没拜到佛 拜佛是拜一次消灭一次傲慢心 拜两次消灭两次傲慢心 你根本毫无傲慢心 才代表你做完佳行 结果你做完佳行 还一直想要显现自己的傲慢 甚至我有做你没做 哇好可怕 你不知道在拜什么 因为你的动机有问题 你可能下辈子会得到一个不错的身材 你拜了十万拜 但是你的心呢 却有十万次的傲慢 十万次的不懂的感恩 十万次的不慈悲 得知你比较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想修行是 让我们深口意 通通通通通安住 怨阿弘 拿摩 完全的融入 那这样我们就会非常的圆满 我想佛教的原理 昨天有说 我们的心造的业 就会产生一个业力 然后这个心造业的时候 所得罪的众生 那就是你的冤心在主 所以虽然我们懂得心 是错的 但是你业力还是要忏悔 然后呢 冤心在主要回向超度它 然后自己也不断调整自己的心 你也不能说 我就忏悔就算了 我就超度冤心在主 你把冤心在主超度了 结果你心没有调整 那还不是一直招感冤心在主来 比如说 人家跟你说 你有个感情在主 造成你离婚 好我赶快写个网声 超度排位 超度感情在主 超度完干嘛 我继续找老公啊 那你还有欲望 你还有这个情欲 第二个冤心在主要来找你报到 一个来一个去 一个来一个去 所以我的讲法不能偏哪一边 冤心在主要超度 但是心念 不要让他再起心动念 不要再重复造的业 但是已经造的业 你不忏悔 那也不行 那佛陀给我们讲这些方法 所以他要我们消除业障 但是你要累积资粮 一个人福报不够啊 你叫他要看到空性是什么 什么悲心是什么 看不见 一个人福报不够啊 你叫他相信阿弥陀佛 他相信不来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不断的 广修功德累积资粮 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资粮 都是回向给法界众生 回向成佛 回向净土 那这样呢 你的功德才能够保住 这个功德就像一个冰块啊 你随时放在太阳下 太阳一晒就融化掉了 不见了 这个功德要放在空性里面 回向着净土里面 你千万不要去执着我们所做的 做完以后就要放下 没有我没有你 今天我给你十万块 没有我在做功德 也没有你在接受我的功德 也没有这个十万块 这十万块也是一个幻化的 金钱是无偿的 你要永远这样的 这个叫什么来 三伦体空 所以你问我学佛怎么修 佛教不离开禅宗 也就是不离开正念 不管你用什么名字 就是说 你听到的道理 你读心经 但是你有没有 现在一直故意保持这个心态 所以就像我以前 我要回家见我的爸爸跟妈妈 或者见我的哥哥 我都做全行的 我就 因为我不能把我自己 又拉到我是他儿子 我是他弟弟 然后又引起过去式的业 所以为了要见我的 这些过去跟我有这些情缘的 有业缘的 我要更认真 我要保持正念 不然回去以后 我又还俗了 要见吗 我又跟家里在那边 五四三二一了 过去的业又来了 所以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记住 所以你在这个事件上 事实上跟你 在你左右的人 你的先生太太儿女 昨天你这样 大部分都是你的 最亲爱的人 爸爸 姐姐 儿子 女儿 所以你要很小心 那各位你现在在修行 那你只是运用这个假的因缘 去给他真理 可以 但是你又不能落入那个情感 我知道很痛苦 明明你很恨他 很恨他 所以那天有一个问我说 师父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 我的女儿跟我合不来 两个人 她一直找我麻烦 我现在给她弃了半死 快死了还弃了半死 她自己生的女儿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上辈子妈妈是大老婆 然后呢 她现在生的女儿是她的 他们两个一起嫁给同一个男人就对了 你看她两个要不要炒一辈子 那现在又来做母子 所以一个妻一个妾现在做母子 两个现在还在干 谁也不服谁 所以她又被过去的业又卡住了 所以那你现在用 那我是你妈妈 你为什么做女儿不听我的话 那你也被现在的业卡住了 那现在我们学佛了 那怎么办 我是观音菩萨 因为我在念的时候 我是观音菩萨 所以我必须用一个清静的心态 尊敬你的心态 对你慈悲的心态来跟你相处 不然还有一个 有一个太太跟我说 师父我受不了了 我那个老公啊 真花啊 真花 然后呢 每天赌博啊 对我不好 那为什么 为什么她离不开她 为什么她离不开她 知道吗 她那个老公是她上辈子的唯一的儿子 妈妈不会放弃儿子的 但是儿子怎么会对妈妈有兴趣的 早就没兴趣 但外面还有老婆的 那时她又落露了 一个放不下 一个执着 妈妈永远一直念儿子 一直念儿子 所以她的先生在她面前 一点身份地位都没有 因为太太在讲话的时候 就过去妈妈的口气又来了 我想每一个人都会被这个业卡住 但是修行 那你要学习 当你念新经的时候 当你打坐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全然放下 全然放下以后 不是醒过来 初定的时候又恢复 那你要用你所思维的方法来对待你的妈妈 对待你的儿子 对待你的太太 要这样 但是如果你现在还没办法 那至少你要保持正念 千求阿弥陀佛加持 等一下我要跟我太太讲话了 等一下我要跟我先生讲话了 一直念观音菩萨 因为你要先修前行 修前行不是光法会要前行 当你这个事情会让你起心动念的 你就要开始准备了 一直准备 所以就像刚刚说各位要去投了 你现在变观音菩萨哦 因为你有悲心 投下去才会变甘露 如果你没有悲心 投下去变一包垃圾 又要给人家烧焦了 所以你要加住那个念头 当然我们没办法百分之一百 但是朝这个方向 有三十分变五十分 有五十分变六十分 哪一天变一百分呢 那就成佛了 但是至少你知道为什么要努力了 精进 精进保持在福慧双修 精进保持在空性悲心 那这个佛陀说 他可以加持你 但是他不能帮你修 你要自己愿意精进 你越精进就像你窗户打得越开 佛光加持越大 你的镜子越干净 然后投射就越大 所以不能让各位 也不能让我们自己 一直被世俗的心态 所拉去 所影响 所以愿大家经常坐在天空下 享受自然 思维佛法 所以各位一定要让自己有时间去 去离开家里 一天七天 住在寺庙 清净的寺庙 住在树下 好好地按照经典去专心 一天念一遍地藏经 慢慢念 整天都在做地藏菩萨 不是念完地藏经下课 我今天念一部地藏经 整天都在按照地藏菩萨的本愿 在修行 也思维了地藏菩萨 过去如何发心的 地藏菩萨度的对象是什么 就让自己在一个地藏菩萨的深口意 就叫地藏三昧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七天就叫地藏佛妻 阿弥陀佛佛妻 所以七天都在极乐世界 七天都在阿弥陀佛的悲心菩提心 七天都在阿弥陀佛的清净 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功课 我一天要念一万遍 我一直看 九块九楼念完了 然后呢这个就变成很骄傲 我念完十万遍了 念完十万遍呢 一点味道都没有 因为你的动机 你在赶时间 所以我想 他跟我们讲一万遍十万遍 他是叫我们给我们一点 努力 但是不是变成为了一万 是要有十万遍的往生净土的快乐 是有十万遍的求生净土的愿力 甚至有十万遍的阿弥陀佛的悲心 那不得了了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各位 你抓到这个方法 你做什么修行都可以 但是你这个修行 一定要让别人感受到你的清静 你的味道 你的人格 你的待人处事 所以虽然你很讲慈悲 结果你这个颜值笔写一写 没水就给他丢掉 你在旁边看 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慈悲 这个颜值笔用完了 应该感谢他 谢谢 既然没有水 就给他丢掉 摔他一下 甚至 那这样就完全跟你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上回我跟一位法师在东南亚 人家给我们 很热给我们椰子吃 结果我们一打开 就好热 喝椰子 那位法师抱着椰子 跟他谢谢 谢谢 这是椰子蛋 椰子树生 这个椰子是要传宗接代 对不起 我把你拿来吃 阿弥陀佛 他先有感恩的心 因为他想的是对方的立场 那我们口渴的人是想到我的立场 那当然不一样 所以我想各位吃顿饭的时候 感谢三宝的加持 让我有饭吃 我感谢六道动生的种种姻缘 创造了这个饭 所以你既然自己要吃饭 那要去想到其他众生 是不是都能够圆满吃饭 佛法的每一个仪鬼 都让我们觉得 这个时候毫无贪嗔痴 充满了虔诚 充满了祝福 更把这个功德 要回向给众生 充满了慈悲 那这个就是佛教的修行 修行是让我们的心 不是负面的 就一直保持在一个正面的状态 老实说就像一个女孩子 觉得她很幸福 她家里对她很好 老公她就不容易生病 因为她很幸福嘛 睡觉也很好睡 当一个人觉得她不幸福的时候 心情不好 睡不好 吃不下 脸色苍白 病就来了 痛苦也来了 世界也跟着她糟糕 为什么 你一个人生病 全家就很烦恼 你的朋友一想到 哎呀 生病 她心情也不好 所以不是光影响你的家人 万法为心照 每个人的心都在影响整个法界 整个世界 这个世界好好坏坏 是有情的心的贡业合起来的 所以因为如此 所以各位要负责任 我要对整个世界都要负这个责任 我不能让自己有负面的心态 有这些五毒烦恼 因为这个贪嗔之烦恼 就一直在制造地狱恶鬼道 制造痛苦 也唯有慈心悲心菩提心 无所求的空性 才会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圆满 这就是佛教的本意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我要去哪里 修行随缘 修行在你心中 你不要依赖环境 这个世界的环境 连寺庙都有变化的 这个世界 你没办法 去哪里追求一个清静 有时候很困难 如果你有福报 那当然这是个很好的助援 但是如果 基本上都在你心里面 你要让自己的内心 保持在这种 刚刚讲的慈心 悲心 菩提心 追求真理的空性 拿摩阿弥陀佛 然后每一件事情都变成拿摩阿弥陀佛 所以修行不是在佛堂里面 如果你能够把握 我煮菜的时候也在阿弥陀佛 我走路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都在阿弥陀佛 什么叫阿弥陀佛 希望大家开车平安 希望他们都能够进入解脱之道 成佛之道 就是用一个立他的佛心 佛的心就是利益众生 全然的利益众生的心态 去开车 去做生意 去生病 连生病的时候 也不要为自己可怜 生病的时候 为众生念观音菩萨 念大悲咒 念药师佛 用这张心 来接受你的生病 但是你会发觉 十天的病变两天 而且你也帮助了整个医院 如果医院里面 有一个病人 用了这个悲心 在为整个医院 整个法界 都在念阿弥陀佛 念观音菩萨 念大悲咒 那医院真有福报 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来这个八香古证 来音乐一下 共善业 我们大家共同的善业 善共下师 各位要安忍 坐在那边 有些晒太阳 有些不舒服 但是我们忍了 因为我们为了要 要利益众生 但是 当然要讲过了 为了要利益众生 我们更要保持 无所求的平静 所以 而且了解一切都是暂时的 我们早上来 等一下四点到 法会结束 对不对 一下就过去了 但是 每天都坐得很充实 却放下 但是法会还在延续 你回家的路上 一直到你家 一直在延续 法会永远没有停止 为什么 法轮常转 只要你的悲心还在 那这个法会都一直在持续的 一个有悲心的人 住在一个酒店 请问那个酒店 有没有福报 他就有这个意思 一个有悲心的人 到了一个人的家庭 他们全家有没有福报 对了 你记住这一点 所以我出家以后 我比较有这个感觉 因为我出家 出家人 人家就希望 你修福报 能够带给他家庭好 带给他们公司发财 人家带我们去医院 就希望我们出家人 去看看病人 他会好一点 看看往生者 他会超度 原来我出家 就是这个责任 所以 那我必须 让自己保持这个状态 去有灾难的地方 去有痛苦的地方 特别监狱里面 我到监狱怎么说 你知道吗 监狱坐在那边 来 现在出狱 他们就眼睛真的很大 为什么 心出狱 你不要觉得你被关了 你现在念阿弥陀佛 你已经在极乐世界 出狱了 出狱了 你不要觉得你在被关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在被关 你就很压抑 所以你的内心要超越这个关跟被关 我的内心里面 现在我在念佛 我在帮助同样的受刑人 也感谢这些长官 对不对 那你的内心里面就超越了监狱 但是凡夫虽然 虽然在外面很自由 他内心却关在贪嗔痴里面 我要成功 我要做董事长 我要买车子 我要谈恋爱 我要抓住我老公 那你不是在监狱里面吗 这个三界如火载 那三界 因为只要你有贪嗔痴 那你就被永远控制住 叫三界如火载 所以呢 六道轮回 这个六道 你有六种根本烦恼 那你就在这个六道里面 永远被关得死死的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修行你要知道 目的在哪里 不是追求外表 不是追求永远的健康 不是追求永远 老公很爱我 儿子很孝顺 那你又被他卡死了 无所求的 只有慈悲 你对我不好 我也对你慈悲 你对我好 我也对你慈悲 只要你能够 离苦得乐成佛 因为我们目标抓住了 所以虽然他跟我们讲世间的话 但是我们会给他转为佛法 所以有时候我跟 这些领导在吃饭 打工得主在吃饭 他们找我 但是我只是跟他们讲 你的心态怎么做 你才会官越做越大 你心态怎么做 你才会赚钱 先引导他们 你全然的为民服务 为国家服务 所以有很多 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台湾 他们有闲局 他们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如果你是为国家 为老百姓 你去参与这个闲局 这个动机 活菩萨 护法 护法神都会护持你 老百姓也会喜欢你 对不对 那你自然 这个心态就会让你当选 你要满足了 这想法 但是如果你没当选 那是因为你的心态 动机 有一点问题 所以我想我们必须 懂得这些简单的方法 所以各位刚刚在念 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 我们要祝福 今天这么多人布施 像各位今天用灾 有人供灾 今天八项古庙 替我们准备场地 帮我们提供我们 这么好的庄严 每人的法师 帮我们祝念 我们都随喜 看到这么多人在 上供下施 焉供要供 打灾 供生 那我们都要随喜他 所谓布施者 必获其利益 希望他们呢 都得到 真实的利益 现世的安乐 来世的解脱 特别我们出家人 每天都要慈念 为什么出家人 又没有在赚钱 也不能赚钱 出家人从早餐到晚餐 穿一件衣服 都是人家布施的 所以要时时刻刻 感谢这个空性 为什么 离开世界 离开众生 就没有我的存在 我们出家人 就是把这个 当做你的修行 原来一切都是 缘起的布施 供养 我才能够活着 才能够修行 那我想各位 念一下 降魔成道 你要成道 那魔都在你身边 所以八大人约经说 四种魔一直在你身边 身心里面 但是你不要变成魔子魔孙了 只要你有所求的时候 放异自己的时候 起心动念的时候 所以我这样讲 老师说 你看到喜欢的男人 你看到喜欢的女人 你就会起心动念 对不对 你看到喜欢的衣服 好吃的 你就会起心动念 但是这是正常啊 各位不是排斥它 这个念头的本身 就有佛性 贪嗔痴慢疑 你能够看清楚它 你就变成圆满了五种大智慧 所以离开贪嗔痴慢疑 你不可能成佛 而不是去排斥它 跟它对立 这一点要知道 所以并不能说 佛会看不起众生 看不起众生 你就不可能成佛 佛是需要众生 有的众生才需要佛 所以没有黑暗 你怎么会有光明 所以佛法里面就叫你 看清楚它 了解它 形身波罗 波罗蜜多识 分析它 不要被它这个像 凡所有像都在骗你的 所以都是虚幻的 那你要借这个境界 去修行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手基本上是一样的 都是朝正面 基本上是入水水花 我们要做到越小越好 我觉得最最最最简单的时刻 就是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郭姓淳 我待会儿换你们哈 那一刻其实你是最简单的 深呼吸 防御就是最好的攻击 防御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 你投资再反了 最重要的就是双手举高 保持大概在耳朵旁边 大概45度左右 最重要的一定要保持微笑 手大概就是这样子 一整天下来其实也蛮累的 会觉得肩膀有点紧张 有点美丽 我会在内心告诉自己说 汤包我可以 我很棒这样子 献给狗狗的白雪世界 石邦奇是一只哈士奇和德国狼犬的换种狗 它被人遗弃在了街头 幸运的是 它被威斯康星中动物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发现了 于是它便在收容所里等待着新主人的到来 嗨 石邦奇 你在看什么呢 我的好朋友汤姆刚刚被人领养走了 他真幸福 有了自己的主人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主人啊 石邦奇 你长得这么可爱 一定很快会遇到爱你的主人的 嗯 希望我的主人能够快点来到 哎呀 下雪了 看来今天不会再有人来我们这里领养宠物了 雪 下雪了 好漂亮的雪花 石邦奇 下雪而已 你有需要这么兴奋吗 当然了 我最喜欢下雪了 好想跑到雪地里 玩一玩啊 哦 我差点忘了 你身上拥有哈士奇的噱头 我想 喜欢雪应该是雪超犬的天性吧 是谁 是谁来了 好像 是一位陌生人 哎呀 爱希丽小姐 下这么大的雪 你也来啊 哎 我还以为 你今天不会来了呢 昨天就已经和你们约好了 我怎么能够失约呢 爱希丽小姐 你真是个信守约定的人啊 来吧 我们这里等待领养的狗狗非常多 谁能够成为你的宠物 那真是他的福气 咦 这只小狗怎么这么兴奋啊 哦 你是说是邦奇啊 他呀 非常喜欢雪 每次看到下雪 他都会格外兴奋 是吗 我也非常喜欢雪耶 能把它放出来玩玩吗 当然可以了 你看 他就是这样 特别喜欢玩雪 哈哈 那我就选他了 嗯 好的 我相信 使邦奇跟了你 一定会非常幸福的 就这样 喜欢雪的爱希丽 领养了同样喜欢雪的 史邦奇 哈哈 好了 不玩了 史邦奇 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史邦奇 我想以后 我们很难再有机会玩雪了 我们要搬家了 要搬到南方靠近 加勒比海的德克萨斯州 那里的冬天 很少下雪的 你愿意跟我去不太下雪的德克萨斯州吗 谢谢你 谢谢你愿意陪着我 史邦奇 就这样 爱希丽带着史邦奇 搬到了美国南方的德克萨斯州之后 喜欢玩雪的史邦奇 就再也没接触过雪 史邦奇 你是不是又想玩雪了 真是对不起 这里很少下雪的 不过我答应你 以后有机会 我一定再陪你玩雪的 然而 爱希丽一直居住在德克萨斯州 没有机会带着史邦奇 去寒冷的北方玩雪 史邦奇 史邦奇 你在哪里呀 我给你买好吃的回来咯 史邦奇 最近你怎么精神都不太好呢 你看 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饲料耶 奇怪了 过去他一闻到这个饲料的味道 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可是 最近他好像一点胃口也没有啊 爱希丽 我看史邦奇 好像是生病了 他最近的状况不太对耶 我们应该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嗯 史邦奇最近的确有点反常 是该检查一下了 爱希丽 你的狗狗已经是癌症末期了 啊 这 这怎么可能 史邦奇 他那么健康 怎么会是癌症末期啊 医生 那现在还有什么办法 可以帮他治疗康复的吗 没有了 癌症末期还能有什么办法 看得出来 他非常依赖你们 所以 接下来的时间 你们就多陪陪他吧 嗯 真不敢相信 我真不敢相信 史邦奇 怎么会得到癌症呢 他是那么的强壮 哼哼 爱希丽 不要太伤心了 我们不应该让史邦奇感觉到悲伤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要让他在欢笑声中度过 对 你说的没错 我要让接下来的这段日子成为史邦奇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 史邦奇 可是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他喜欢什么 我们就为他做什么呀 对了 雪 史邦奇最喜欢玩雪了 史邦奇 你想玩雪是吧 好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和你一起痛痛快快的玩雪的 就像过去那样 爱希丽 你怎么能答应他这种要求啊 要知道 现在可是夏天 就算是冬天 我们这里也不一定会下雪啊 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史邦奇玩到雪的 为了满足史邦奇的愿望 爱希丽和朋友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爱希丽 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这是什么机器呢 这是一台人工造雪机 啊 人工造雪机 没错 我们和爱希丽一起租了一台人工造雪机 我们要在这里一起为史邦奇下一场剩下里的六月雪 好了 安装成功了 我要开机了 好的 成功了 真的下雪了 不知道史邦奇看到后会有什么反应 雪 是雪 下雪了 太棒了 下雪了 你们看 史邦奇多高兴 这场雪 这场雪和记忆中的怎么不一样啊 周围一点都不冷 史邦奇 史邦奇 虽然这不是真正的雪 但我们希望你能感到快乐 谢谢你 爱希丽 我最爱的主人 应经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波罗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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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拆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